晚间新闻 欢迎收看民事晚间新闻 我是侯文遥 新闻首先来看到 代表民进党参选 台北市立委补选的吴宜农 他的竞选总部 设在议员王世间的服务处 笑他到现场来致议 他说谢谢大家的帮忙 不过来看他的对手王鸿威 质疑说这一切就是 黑道治党治国 那么是不是整个事情 会在他身上来体现 对此吴宜农回急了 他说他担任党部主委的时候 开除了赵介佑 也重新的检视 整个党员入党的情形 他也说了 他一定会赢得胜选的 要让对手王鸿威 落跑成真 代表民进党参选 北市立委补选的吴宜农 和议员王世间服务处同仁 一一致议 这里也是他未来一个多月的 竞选总部 感谢王世间力挺至于对手王鸿威 还没就职就参选 被质疑是落跑议员 吴宜农又话要说 看到许多人第一时间批评他是落跑议员 我觉得这对我们王鸿威议员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说法 首先他要选上立法委员才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会尽一切的努力 不让这个结果发生 强调不会让落跑成真 意思就是让王鸿威落选留在市议会 至于王鸿威 虚打吴宜农参选与黑道的关系 但这回却踢倒铁板 吴宜农先生的参选 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明镜岛的黑道治党 黑道治国 是不是在吴宜农先生身上会得到体现 一年多前台北市党部发生事情的时候 赵介佑是我开除的 他的父亲是我请走离开党部的 不只赵介佑本人 我们在事后还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清点所有的党员 把所有不符合入党规则的党员 都请离开了市党部 那在这样子前提下 还要再扯黑道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对于我们的选举 为了一切为了选举 一切为了政治 做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次是我在选举 所以希望大家全力的来检视 我的一切 我的努力 我的作为 用实际作为回应对手之一 吴宜农也要用行动获得选民认同 事实上他在2020败选后 持续深耕选区 包括来营里长也想争取支持 落选之后 他没有说就这样子跟基层就断线 有帮助这个地方的议员 来争取连任跟胜选 针对国防民防新防的部分 这个是吴宜农 在年轻人上面获得非常大的支持 拼完连任之后 我就马上传讯息 跟他说 接下来就赶紧准备了 我相信他也准备这么久了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立委补选被视为台北市长选战延长赛 如何在短短五周内争取选民支持 就看吴宜农怎么做 明示节目 韩姐之风 SN小组台北报道 那么这次王红威 接受了征召参加这一次的立委补选 不过呢 王红威是高票才刚刚当选而已 网友质疑说 他变成是史上最快落跑的人了 那么对此呢 王红威两次的鞠躬来道歉 希望说大家要谅解他 那么同党的议员秦桧也说了 说王红威本来态度是拒绝不要的 那么当时市党部希望说 那秦桧可不可以披挂上阵 当时秦桧为此取消了很多 本来界定的行程 准备要备战 结果王红威最后是点头 所以秦桧当了24小时的备胎 支持我的25772位的选民 我必须先跟大家致歉 抱歉 谢谢大家 谢谢 国民党议员王红威 向会四一票的支持者们 深深焘光道歉 因为他接受国民党征召 参加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新的任期还没有开始 就提前绕跑 就怕只鞠躬一次 不够诚意 再来第二次 王红威不能回避我的承担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次补选里面 能够得到胜利 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 如果说要道歉 是党来道歉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需要红威 不止国民党需要红威 我相信蒋万安市长 也需要红威 台北市需要这么好的一位立法委员 为了避免绕跑成为致命伤 朱立伦主动帮王红威挡子弹 连日来更上演 圈当等一人的大戏 一开始王红威坚决不参与 后来松口 推演过如何攻击 吴怡农泄露起心动念 最后再祭出党内大佬连环抠 才终于点头 以南瓜一号晚间传出消息之后 有人到他脸书留言 还没有就职就绕跑 史上最快绕跑议员 爱吃还装模作样 同区资深议员秦慧珠跟抱怨 市党部是一边说服王红威 一边请他做准备 他还为此取消原定的行程 研读中山区的资料 最后王红威点头 让他当了24小时的备员投手 讲完就是要宣布辞掉这个立委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接到电话了 我认为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 他要选 只是他必须要演一场戏 你知道国民党最厉害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叫黄袍加深 我早就已经推演过 如何基盖吴英龙了 你告诉我在说什么 罗素雷从后到尾就说要选 天正公布的民调里面 也没有把罗素雷放进来 所以罗素雷并没有输给这个吴英龙 没有任何证据 摆明一件就是私心 独选这局王红威起手势 就是烙袍骂名让选情先蒙上一层灰 明显文综合报道 还有这次连任成功的 新竹县长杨文科在脸书说了 说他未来施政的重点之一呢 就是要推动这个生命纪念园区的建制 地点在湖口乡 那靠近新风乡 不过来看到有很多新风乡的家长抗议了 说这个情形呢 会导致影响到小朋友 也担心如果生命园区在这个地方之后 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另外也被挖出来说 原来湖口乡的乡长 当选人这位无熟军乡长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po文说过了 说呢 杨文科有同意 不要建这个共同生命园区 也因此民众质疑说 当时你不是说不建吗 为什么选举之后就变得掉 风言望去 一片荒凉的土地 杂草比人高 周围就是墓园 这里是新竹湖口乡 新竹献立生命园区的预定地 但都还没整地就引发反弹 因为风光连任的新竹县长杨文科 日前在脸书说 未来施政的重点之一 就是要重启新建生命园区 文章一po出 立刻涌入大量宪明留言 要他三思 因为高达14公顷的预定地附近 有许多学校 不仅降低居住品质 也担心小孩受到影响 更担心会有空污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第二个生命园区 因为以现况来讲 它现在有一个长生天 那有六座的火化炉 那实际上在运作的只有三座 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 事实上早在选举前 湖口乡长当选人吴淑君 就曾向杨文科表达居民意见 也获得支持 承诺终止新建生命园区 只是现在遭质疑 选举完是不是全都变了调 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之中 现任的县长不断遗读不回 针对所有的质疑 其实都用冷处理的方式来面对 除了骗之外 我没有办法想到另外一个形容词 但是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尊重选民的决定 新竹县政府强调 县府在选举期间工作没间断 仍然是不断推动 一切也依照规定进行 不会影响商客品质 会听取民意充分沟通 只是这回县长遭质疑 选前选后大不同 也可能因此失了民心 民事新闻 黄上开新主席报道 我们来看怎么会说 这台休旅车呢 在车前面整个的这个耗质感 就插在引擎盖当中 它开在台中的74号快速线道 那么后来经过了解说 原来这个驾驶疑似 是因为夕阳炫光的关系 它撞上了分线标志警示牌之后 就没有下车来看 就像一路的开上了 这个74快速道路 回到了彰化 休旅车开在台74线快速道路上 怎么会有一根标志感 紧紧随车移动呢 画面被网友拍下 另外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这根道路分向标志 警示感直接插在车头上 引擎盖凹陷 驾驶竟然持续开车 难道不怕危险撞车吗 最新影像曝光 休旅车准备上74线凯旋路 扎道 竟然一头撞上分线标志警示牌 这时候车主不但没有下车 还倒车继续爬坡 上了快速道路 一路从台中回到彰化 驾驶声称因为当时 黄昏的光线刺眼 让他眩光才会撞上杆子 但怪的是为何人不下车处理 反而是开上快速道路 整根杆子插在引擎盖上 民众也看得傻眼 看到这样子觉得很离谱 这样子他也能够开 不会很危险吗 你耗自杆 你没有把它移除 你开上路耗自杆会脱落以外 不理你撞到的时候 你的水箱已经破掉了 那水箱破掉 水漏光 引擎温度高 也会造成火烧车 开车驾驶是彰化人 自撞警示牌 没处理 没报警 这下恐怕得赔偿 标线警示牌的回损费用 另外涉犯倒交条例 危险驾车 以及未依规定处置 警方也将依规定开罚 最高可以罚到两万四千元 民事新闻 许家重 黄信如 台中报道 新北五谷 这位七四都市的阿嬷 在菜园里面 做这个耕耘机来翻土 那一次呢 重心不稳摔倒 他的脚就卡在机器当中 小腿卡在叶片里面 附近里面 就看到赶紧的打一九求救 下方便到现场之后 用这个破坏剪剪掉外部的铁片 不过阿嬷的腿还在卡在里面 最后呢 只能连同这个机器的轴心 赶紧的送医院 最后呢 因为伤口太大 只能是截肢保密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 跟着民众走进菜园 就看一名老夫人 侧躺在地上 脚卡在甘云机内 动弹不得 这一只整个已经插进去到底了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这整个请掉 这整个这样 小腿卷进叶片里 富人表情痛苦难耐 救货人员安抚伤着情绪 但救人十万火急 抢救过程也得小心翼翼 破坏器材升入机器 慢慢剪掉铁片 前后花了将近半小时 富人终于脱困 这起意外发生在新北市五谷区 清晨六点多 一名七十多岁的富人 在农田操作耕耘机时 不小心跌倒 昨推惨遭耕耘机卷入 附近居民听到求救声 干净打电话求救 因为老人家的行动比较不便 神经传导也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当下除了喊痛以外 没有说太激烈的反应 轴心破坏掉之后 将轴 连同富人将轴心送往医院 然后给医院处理这样子 医生评估伤势 因为伤口太大 又有感染风险 最后只好截肢 当天派上用场的 就是这台油压破坏剪 及时将受困的伤者救出 我们当天就是把这个 深入到那个农分机的 轴层里面去 然后做一个破坏 刀片缓缓夹紧 没三两下功夫 就把铁片剪断 消防人员即刻救援 也保住老妇人一命 民事新闻下车 黄伯荣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跟妈妈说 她之前推着婴儿车 前轮才刚上公车 司机竟然就整个关门了 当时全车大喊提醒了 但是还是被车门给关住夹住了 那么后来虽然说 只有夹过来的婴儿车 不过司机是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那么这次交通局查证属实 对司机开罚9000元 客运业者也出面来道歉 公车司机开了车门 一名妈妈推着婴儿车 好不容易才把前轮扛上去 没想到下一秒 小婴儿就这样 连人带车被车门夹住 目击乘客就怕孩子受伤 纷纷大声提醒 虽然顺利上车 但小朋友跟妈妈实在饱受惊吓 上个月29号下午2点多 新北市一名母亲推婴儿车上车 却遭公车门狠夹气的发文控诉 司机不道歉也不认错 大家都在喊停 司机还反复用力关夹三次 他要求对方求偿4000元 但最后没有达成和解 只好到警局提告 我们调阅影片查看 那确实是只有夹到一次 驾驶员就把门打开了 那民众乘客是讲三次的部分 我们不清楚他为何这么讲 但是夹到确实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抱歉 那我们也会负起那个赔偿的责任 客运出面道歉也曾经只有物夹一次 交通局查证违规属实也依法开罚 当公车到站之后乘客都安全上车 司机会向后门关上再关前门 而当乘客都没有在外面了之后 会注意右后视镜公车才能行驶 换个地方同样也是公车争议 绿灯才刚起步 只见前方的公车驾驶 直接在马路上逆向大超车 完全不顾乘客和其他用路人安全 事后调查原因驾驶工程 是因为肚子痛才会逆向 但夸张的违规行径 也遭到公司严格惩处 逆向行车确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违规事情 我们也会对驾驶员施语 那个既大过一次处分 司机载着乘客就必须全神关注 但这种高速逆向超车 不把民众性命当一回事的公车司机 还是让人摇头 毕竟没有人愿意搭上这种玩命公车 民事宣言联中俊德新北市报导 屏东这对小兄弟在吃饭的时候 弟弟突然之间被这个小黄瓜噎住了 哥哥看到吓得不知所措 好像妈妈赶紧急紧冲过来 帮这个弟弟做哈姆利克法 压两下之后 卡在喉咙的食物就立刻咳了出来 小弟弟和哥哥在客厅吃饭 吃到一半他突然用手狂比喉咙 整张脸胀红噎到了 响吐又吐不出来赶紧求助哥哥 但哥哥也吓得不知所措 阿嬷听到声音赶过来帮弟弟拍拍背 但急紧的妈妈立刻知道 大事大条立刻冲过来实施哈姆利克法 转头过去整个脸是战红的 我就赶快冲过去就是压 先压肚子 先那个哈姆利克法 先让他把东西吐出来再讲 那还好我压两下 他就东西就出来 就一块小黄瓜片的地霜 妈妈从背后压了两三下 食物终于顺利从嘴里咳出来 就读国小一年级的弟弟活泼好动 就回被小黄瓜噎到 幸好妈妈之前学过哈姆利克法 第一时间神救援 现在家人也不断提醒 吃东西务必细嚼慢咽 而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 医生也建议家长最好都学会哈姆利克法 如果真的不小心碰上类似意外 家长千万别慌了手脚 尽快使出这招救命招数 明信文宏明生评论报导 还有这几天中国的白者运动 经过当局的高压管控之后 态势有趋缓了 不过来看到西安这个高楼住宅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发生火灾 五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 另外包括来看到 甘肃 湖北 四川等地 都传出非常多的学生 被强制地拉走隔离 那原因并不是说 因为核酸呈现出阳性 到底怎么回事 另外在山东也提到说 打算投入230亿 打造119个方舱医院跟隔离点 这个做法也引发质疑 1124新疆火灾才掀起白植运动 12月1号下午陕西西安 凤明华府高楼住宅 却惊传火灾 起火点从一楼向上窜烧 农烟就从各楼层窗口不断冒出 还有人为逃生爬出窗外吊挂外墙 惨况让人不忍 而这一头夜色中家长是苦苦哀求 甚至就在湖北宜城市市府前 集体下跪 因为宜城一中 惊传部分学生遭强制拉走隔离 甘肃高中生也被莫名塞进方舱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各地就大规模 新建方舱隔离点 如今就引发舆论质疑 向山东省甚至拟定投入230亿 盖起119个方舱医院 人心惶惶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一份疑似 是来自四川十方中学防疫工作会议的录音档 内容更是吓坏 中国网友 因党甚至提到参与 有如一起染疫实验的学校有三所 除了十方中学铁道学院 还有电子科大十方分院 另外不少企业工厂也都有参与 中国式防疫似乎一发让人无言 另一方面 中国前领导江泽民病逝后 1号中午已自上海移领到北京 预计5号火化 6号半追悼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 可能会制道念词 然而有分析说 北京管控力度势必增强 因为担忧江泽民之死 会强化民众缅怀习近平上台前的时光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次的白纸运动 当年在1989年 天安门的学运旅秀之一的王丹 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演说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他说经过了33年 他看到六四精神又回来了 那么现在国际嗨客组织匿名者 也正式地跟中国政府发起了网络战 匿名者破解了非常多中国官方网站的防火墙 也公布了很多中国警政界官员的名单 要在网络中继续地延续白纸行动 萤幕上一个一个中国官方网站防火墙 被一一破解 网页瘫痪 国际嗨客组织匿名者正式宣战 深圆白纸革命 并向中国政府酣化五点诉求 包括停止强制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 取消疫情政策 实施言论自由 不删文也不封账号 拆除网络防火墙 让人们看到眼下真实发生的事情 更要求释放白纸运动被捕者 撤销对其指控并开放国门 最后一点是取消终身制的国家主席职务 匿名者还加码公布中国警政界官员名单 发起hashtag要在网络上延续白纸行动 而现实中的革命正持续在中国各城市 遍地开花 共产党 下台 共产党 下台 习近平 下台 习近平 下台 曾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的民运领袖王丹 回向当年与大批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 要民主 真自由 在看见这几天 中国 北京 上海等数十所大学串联 发动全国性抗议活动 明显有六四的影子 现在白纸革命 恰逢江泽民逝世之时 更让王丹特别感慨 王丹难忘江泽民正是踏着六四血迹 登上中国领导人之位 更赞扬年轻人 在共产党高度控管下 事无前例 勇敢走上街头 要习近平与共产党下台 这回他们争的不只是民主 这更是场生存之戒 明显宣扬请蔡明镇继合报道 海基电在12月6号 要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举行上机的典礼 而这座晶圆厂要生产5奈米 预计在2024年量产 不过现在传出了 台积电可能要扩大投资 包括说4奈米 最先进的3奈米都有 那么对此来看到今天 台积电的股价跌了8.5元 最后收在492.5元 也因此拖累了整个台股的走势 最后跌了42点 收在14970点 万五大关再次的失守 国际媒体大肆报道 因为台积电即将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举办上级典礼 总统拜登商务部长雷蒙多 都会亲自出席 层级之大 堪称是纪级 不过现在传出台积电 在美国不只生产5奈米 还有4奈米 包括彭博社路透社都大篇幅报道 在苹果催促下台积电 在美国生产更先进晶片 2024年斥资120亿美元 同样在亚利桑那州晶圆厂 投产4奈米 消息一出引发国际关注 虽然台积电不回应 不过外界忧心去台化 台积电开盘跳空大跌 8.5元跌破500元大关 最低来到490元 尽管盘中稍稍拉回 但最后无力翻转 中场跌6元收在492.5元 今天短线上会受到 一点点压力的影响 那加上台积电的股价 这波反弹幅度也很大 从最低点370块 反弹到昨天的508块 波段的涨幅达到三成七 所以说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投资生产5奈米 预定2024年量产 不过现在传出台积电 可能会扩大投资 包括4奈米 甚至扩到二骑厂 导入最先进的3奈米 这种传闻也让全职王 台积电近期饱受消息面冲击 股价波动大 连带大盘走势也跟着震荡 盘中一度跌将近百点 最后收入在一万四千九百七十点 成交值两千两百三十一亿 台股12月有机会挑战一万五千八百点年限 只是在地缘政治冲击下 台积电的一举移动以及台湾半导体走向等都将牵动台股后续 还有台北车站前面的忠孝西路 不可以骑摩托车已经有44年的时间了 那么很多骑机车的民众觉得要绕道很麻烦 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了 12月14号开始 要先开放晚上11点 到隔天早上6点 汽车可以通行 不过只有开放6小时 很多汽车民众都说 这样其实太没有诚意了 那么台北市议员林亮君跟李明贤也说了 难道说开放这个时间要给鬼旗的吗 说这个政策一点意义都没有 中向西路车来车往 前有购物商场 后有台北车站 一直是北市交通最繁忙的路段 过去44年来 这一段都进行机车 终于等到要开放 但时段却限制在深夜11点到隔天清晨6点 许多机车族都说傻眼 好像没什么意义耶 晚上机车很少的走这边啊 对啊 那一般还是会正常走 没什么差别啊 蛮不合理的 大多数上班时间应该都是从这边吧 比较少人半夜从这边走这边这样子 中校西路平日公车班次 登向接风每小时约150到200班次 夏日接风每小时约100到130班次 交通局说 考量公车靠债容易和机车交错发生危险 才只开放深夜时段 那整个夜间的一个车量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所以基于一个行车安全的考量来去做 避免车路交织 引发一些安全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 本来车量就会很少了 这样子的一个试办计划 既没诚意也没有意义 议员讽刺只开放深夜时段难道要给鬼骑吗 外界也质疑 罗斯福路公管路段同样公车机车也很多 就没有进行机车 对比两条路线 中校西路没有公车专用道 但罗斯福路有 而中校西路接风小时车流量200班 却是罗斯福路的5倍 招工处认为两条路线无法相比 未来将观察一段时间 再决定是否扩大到机车白天通行 明星文综合报道 一般吃乌鱼籽的时候 会在乌鱼籽表面涂这个高粱酒 然后用火来烤 那么呈现这个围状的状况 所以乌鱼籽吃起来会外酥内软 不过嘉义这名男子说买了乌鱼籽 说放在常温放太久了 整个乌鱼籽就黑掉了 甚至在包装的外层 还有一层白色的斑点 他说这个乌鱼籽好像得到了肝癌 我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是乌鱼籽发霉 发霉的乌鱼籽最好不要吃 抹上一点高粱酒或是食用米酒 再将乌鱼籽火烤一下 等到表面呈现焦黄 就能切片享用 而吃起来软Q弹牙的乌鱼籽 是喜宴上以及过年时刻 可说必备的料理之一 不过嘉义有民众买了乌鱼籽后 没有冷冻也忘记冰唇 时间一久打开一看 乌鱼籽整片变黑 表面还有许多白色斑点 很明显就已经是发霉了 就是它放在常温放太久了 它不知道要乌鱼籽的保存方式 然后它里面就会生黴菌 今年乌鱼籽产量供不应求 也导致市场上价格比往年高出许多 一台金的乌鱼籽大约就要2000元上下 因此业者就建议民众 尽管买了真空包装的乌鱼籽 但如果没有立刻烹调的话 还是要冰到冰箱保存 何时吃 怎么保存都有方式与原则 提醒民众花了钱买乌鱼籽 千万要注意 才不会让原本美味的乌鲸 变成像这样的黑鲸 可就真的浪费了 民事新闻郑荣文 嘉义报道 餐饮店要证明说 自己的料理新鲜 都会说我都是现煮现做的 不过台中这个老板不一样 他反其道而行 菜单当中他直接注明说 就是调理包 那标注了十多样的 这个猪牛料理的调理包 这个菜单曝光之后呢 大家都在讨论 很多民众说了 说这个老板吃了诚实豆沙包 老板炒好了青菜 加上其他三样配菜 中间是一碗饭 摆盘摆好了 接下来是主菜上场 这是黑胡椒牛柳 是的 老板就这样撕开了调理包 把黑胡椒牛柳倒进去 老板还这样做 就是调理包 就在菜单上列了就是调理包 有十多种口味任君挑选 客人一点餐之后 老板就会从冰箱里 拿出特定厂牌的调理包 隔水加热 这些动作都在内用的客人面前进行 原来是调理包 然后又不好意思讲 然后就可能就来的一次 下次就不来 所以我就干脆写在上面 老板本来开网咖 客人点餐就是用调理包做 后来老板在领东商圈开店 还是延续调理包选项 因为另加四样菜 餐点百元起跳 民众接受度反应不一 光一个东西就四五十了 更何况再加了其他的东西进来 所以其实我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调理包并没有好转 它是多样的话 其实这个社会太多欺骗了 所以我反而这个会反而是变成说 另类去吸引顾客的一个方式 可以自己去买调理包 自己做不用去外面买 就是很烂 不想要自己用 所以有现成的 他调理包我也没差 有些民众说还是喜欢吃现煮的料理 感觉比较新鲜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老板讲清楚的做法 可以避免很多消费纠纷 选择权就交给顾客 民事新闻徐明康 蔡瑞妍 台中报道 说到好吃的烧烤 酱汁很重要是灵魂 台南这一家卖这个蔬食料理的餐厅 为这个吃素的朋友绞尽脑汁了 用昆布熬煮酱汁保留鲜味 而且食材变变变 会有各种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烤肉串 蔬食烧烤端上桌 这一大盘你猜得出来 烤肉串在哪吗 瞧瞧台面上这么多食材 香菇头就是烤肉串 素食鱼柳 鸡块也一应俱全 还有豆皮卷上金针菇 或者是玉米笋 也能做成烧烤 想吃什么口味 老板绞尽脑汁 来个食材大变身 让消费者自己挑 看照这烧烤还蛮特别 对啊 因为吃素食 很特别 吃起来不像是吃素 很像在吃昆的东西 像我们在北京学到的 像是用红头菇把它做成像羊肉串 我们能烤的 种类算是很丰富 蔬食种类不受限 先进明火烤炉再上烤台 多点碳香味 不过烧烤要好吃 酱汁是灵魂 素食的话我们要保留 那个海的鲜味 那我们就会选择改用昆布 对然后一些比较有甜味的蔬果 来取代味精 这样 口味上会比较 不油腻 因为父母吃素 老板开蔬食餐厅 不只卖烧烤就连炒饭 小笼包 还有月亮虾饼 各式料理 卖相不变 只有食材变变变 造福舒适者 民事新闻 郑博辉林居民 台湾市报道 这是新北三峡老街的街友群舞行 这位徐姓男子说 不满另外一位下姓男子 跟他争地盘 双方骑之前就已经有冲突 那没有想到两个人在一号下午呢 又在马路当中碰到了 一见到对方就起口角 还大打出手 后来两个都受伤 也互告伤害 你一拳 我一拳 两名男子扭打在一起 即便倒地了 还不放过彼此继续狂殴 如果民众赶紧报警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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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 你什么事 从来没有回手 警方都已经到场 男子情绪还是很激动 评评向袁警表示自己没动手 你爬去啊 你谁 你等一下 你找我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我需要给他们跑 你说我需要给他们跑 好了好了 你说这不明注意 你说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 大秀商设想博恤警方的同情心 一旁跟他互殴 男子看不下去 双方又吵了起来 差点爆发第二波冲突 警方赶紧架开两人 先回去 先回去 先走 先走 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被压着打了 可能是喝酒这几乎吧 他又说他要去国安场 虽然会容易 男子满脸失血被警方送上救护车 纠纷发生在一号下午 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新北市三峡老街 来名男子疑似是街友 经常在同地方活动 双方疑似长期为了整地盘问题 产生嫌隙 过去就发生过冲突 恰巧两人又在路上巧遇 一言不合 冲突就此一触即发 后续以准现行犯 依规定实施逮捕 移送侦办 每逢假日 三峡老街都涌入不少游客造访 却也经常看见街友的身影 想不到这回 竟爆发全武行 嚇怀不少人 幸好对面就是派出所 警方在第一时间控制住场面 迅速压制两人 于是新闻 杜穴黄伯荣 李一汉新北市报道 因为很难找这个停车位 没有想这个富人用人肉 来占停车位 所以导致双方爆发口角 稍后回来 台湾最前线 精彩评论最前线 政论节目 您最好的选择 台湾最前线 许仲江台湾最前线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锁定民事新闻台 四季线上精彩内容 通通免费看 俗女两成绩 指尖的温暖 综艺大集合 四季线上免家会员 几点几看 台湾人一定要看的新闻 就在MOD507 民事新闻 坚守台湾价值 台湾新闻 全国第一 正论节目 理性赴台湾 深耕本土 最接地气 必选 必看 MOD507 民事新闻 台湾的眼睛 像当年红透半变天的变色口红 就是由第一代创办人发明出来的 变色口红是这样子 在当时是外销到美国 第一个中南美洲 一个后柜 一个后柜 20匙40匙的 它只装一个东西叫做变色口 请锁定成功起飞 以上节目由 爱妮雅化妆品集团冠名赞助 台美关系史上最高峰 财商越境全球新跳板 现在我们台美关系很好 台湾产品 俗销美国这些好的机会 因为很多各国的商人 都到美国来收集 产品 你如果在美国打出品牌的话 就是世界品牌 他跳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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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多久了 他这一个摆上真的可以用量 有他自己的节奏 他跳多久了 硬要落 脱掉 我们今天要去找米粉 米粉 你来做米粉 你握着不要动 你很快把它拿起来 不然一直煮水会很烫 烫 很烫 很烫 会烫 好烫喔 会烫啦 第二个步骤 这个很像我们当兵 有没有 炮兵 炮兵 装兵的大弹 充填手 充填手啦 充填手 有民族说他开车开到了台北万华贵阳街要停车 碰到这对夫妻党 用人肉占车位阻挡 甚至用包包占停车阁 双方就吵架了 检查到现场之后呢 调解纠纷才没事的 不过告诉大家 用人肉占位是可以储500块的罚金 那如果说拿物品来占位 最高处罚2400元 看到车位 驾驶想停进去 却被眼前这名夫人挡住去路 警方到场 女子不停说是他们先到的 一旁驾驶赶紧跟 警方解释 拿出影片证明自己清白 双方争执不下 幸好最后附近有车要离开 双方才结束 这场纷争执 当时双方为了停车位的问题 在大街上吵了起来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 竟然是人肉占车位 事发在一号下午两点多 在台北市万华区 两车为了抢车位爆发冲突 富人不仅人肉占位 还拿出包包 挡住位置 其实这已经处罚 物以人身或物品站位 违规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 第78条第82条告发 只要是人肉站位 依道交条例第78条 第四项将吃上500元罚还 但若以物品占有车位 可开罚1200元到2400元 提醒民众千万别一声试法 明时新闻 杜云李一汉台北报道 明明苏花改隧道是单线双向管制 但为什么竟然两边都同时放行 都车都可以走呢 民众说开到里面才发现到 对方有车过来 难道是要下车来猜拳 谁先过吗 刺激线上111超沙活动 除了有双十一限时优惠价 还加码抽考力 继续搜寻刺激线上超沙优惠 不错过 赞鱼一面跳起来 台南最主意 赞鱼 你看在跳 赞鱼在锅上跳舞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赞鱼一面 我第一次跳 我第一次跳 要了 他有 他有舞步 你可以累积到 我第一次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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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集合由台速石油 九五加 欢迎赞助 就京城北门 兵兵顺 无法抵达的昨天 那消失的城 碎入史册 成为残碑上 一行剥落的文言 六百年前 只能是想象的圈点 古老的城墙 是洛比的眺望 穿过暮色 大梦随着赏电 一起轻毁 而明末是一场虚无 和烟对峙 留下了语言的泡沫 雾气的不熟 那些住在前朝和前朝的人呢 晃动如光影 泯灭 从城门口出去后 就不再回来了 历史的舌头都爱说话 光阴漫长 跨过 破碟 云天之下 普抗 倒影的成果 夜里调动光圈 射下掌心的城墙 城门有光 路灯照落一阶荒凉 一鸣一灭 引领老灵魂 寻找一片 已经失踪了的天空 而抵达 无法抵达的昨天 我穿过 岛屿旺城 旧时光里 早已不存在的 时尘 金门是降地前线 所以如果到金门的话 一般上都一定要到旧金城去 因为它是金门最老的城地 所以到了旧金城 你可以看到 整个六百年的历史 在这里走过 然后涨到了 所谓的北城门 往下面一看 感觉到时间的消失 如梦幻套路 昨天星期四 花莲大清水隧道 进行整个边沟清洗的作业 工程单位实施 单线双向的管制 开车的民众 就依照指示 进到这个隧道当中 但没有想到 对象怎么也会有车来呢 它一头雾水 它问说怎么可以同时开放两边都走车 难道是要猜拳谁先过吗 对此南澳公共段解释了 说承包人员有疏失 要求他们要遵守交管的SOP流程 穿着橘色背心的工程人员 指挥驾驶往前 只是刚进隧道 就看见一辆轿车 迎面而来 千军一法之际 驾驶赶紧往右切 只是让他非常纳闷 把影片po网质疑 两边的交管人员都放行 难道是要在中间猜拳吗 那应该是交管人员的疏失 遇过就是不小心放行吗 两边都放行 很少我没有遇过啦 因为他通常这个交管责任很大 就紧张吧 就是新手紧张才会有那种情形 要记得对象 你放的最后一台是什么车吗 要对要讲 再等一下这样 你自己要确认 如果说他报多少这样 涉拔在花莲的大清水隧道 周四进行编沟清洗工程时 道路实施单线双向管制 负责指挥的人员 不知为何南北两侧都开放车辆通行 把驾驶下出一身冷汗 我们有跟他那个厂商 跟他问过是 指挥人员啊 他就那一次没有去确认到 最后一台车的那个车号 确认过去 然后再做放行啦 那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成章 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 索性当时车速都不快 并且都有开启大灯 还紧急闪到封闭车道 才没酿成车祸 目前南澳公屋段 已经要求施工厂商 务必遵守交管作业流程 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明日新闻赞宝华华联报导 现在日本北海道已经下雪了 这是冬季的限定 游客人要搭的是 鲑鱼 橄榄车 台湾的眼睛 民視 年载五年的美丽 跟坚持 新年第一天 就是要有满满的台湾日 我们一起用全完爱 跟希望的台湾迎合 连接完蛋过十年 日空23年一月以后的播两点 国家音乐听 台湾的赏音 新年音乐会 一月以后的播四点 请设定民視部算带 精彩专播 刺激线上 超过一百台精彩热门频道 全方位精彩节目 最丰富的免费频道 下载即看完全免费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視新闻 台湾的眼睛 民視 邀您一起 花现台湾之美 精彩热门 商务大集合 由海素石油九五加 冠名赞助 這邊是給 米粉 方文的 米溫度 剛好都在說 五十幾度 我們有本感就是把水分 給整個蒸發掉 對 這樣米粉也可以保存 不是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演米粉 躺在那邊 你的事都不講話 那個表情好像是 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原來米粉 要被搜進去的時候 是這麼可怕的 有真心 以上節目由 宜蘭特地把 火力化莊園 冠名贊助播出 四季線上 有超過一百台的精彩頻道 隨你看 全方位精彩節目 收視大滿足 重大議題 Live播出 讓你輕鬆 掌握天下事 最優質的卡通頻道 大人小孩 都能一起看 精彩賽事不露街 點燃你的運動魂 超過四十個熱門頻道 通通免費看 立即下載四季線上 讓你隨時隨地 輕鬆看 民視Podcast來囉 九度推出 台灣最強政論節目 台灣最前線 我在Podcast 我們到日本來看到 現在有很多 冬季限定的活動 舉例像是青森 金青鐵道的 這個冬季暖爐列車 那北海道 有非常特別的 鮭魚橄欖車 遊客可以享受 整個冬天出遊的樂趣 那另外一方面來看到 日本官方預估 今年冬天呢 整個日本的宮殿 仍然很吃緊 也呼籲說 各界在冬天的時候 節約用電 日本一進入12月 氣溫就如溜滑梯般 快速下降 一號從南到北 多地都出現降雪 北海道地區 也成為一片銀白世界 當地動物園裡的猴子們 則趁此機會 享受在雪中泡湯的樂趣 北海道登別的這間牧場 則是每年入冬後 都會出現這特別的 鮭魚橄欖車 直線車廂內 掛滿一條條肥美鮭魚 準備曝露在乾冷空氣中 成為宮棕雄食用的鮭魚乾 如此特別的景象 讓遊客忍不住驚呼 東北青森的金青鐵道 也從12月起 推出冬季限定的暖爐列車 乘客可以坐在 古董級的暖爐旁取暖 或是烤鞋魷魚乾 當作點心 享受在雪中坐火車的樂趣 各地民眾喜迎冬天到來 但在此同時 由於預估日本今年冬天 全國公店將持續吃緊 官方也睽違七年 再次預請各界 在冬季節約用店 走進生活用品賣場 不需插電即可使用的毛毯等商品 自然成為熱賣品項 在寒冬與高電價的夾擊下 如何在節能同時好好過冬 成為日本民眾的一門大學問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這個週末的天氣 稍後回來 林家凱氣象時間 再次見 再次見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台灣人一定要看的新聞 就在MOD507 民事新聞 好 歡迎收看民事 我們是在今時 堅守台灣價值 台語新聞全國第一 不可缺格的一部分 政論節目 理性赴台灣 你怎麼會只是說這樣子 深耕本土 最接地氣 必選 必看 MOD507 民事新聞 台灣的眼睛 像當年紅透半變天的 變色口紅 就是由第一代創辦人 發明出來的 那變色口紅是這樣子 在當時是外銷到美國 一個中南美洲 一個後櫃 一個後櫃 20匙 40匙的 它只賺一個東西 叫做變色口紅 請鎖定 成功起飛 以上節目由 愛妮雅化妝品集團冠名贊助 台美關係史上最高峰 財商越境全球新跳板 現在我們台美關係很好 台灣產品 燭銷美國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很多各國的商人 都到美國來蒐集產品 你如果在美國打出品牌的話 就是世界品牌 每週日上午11點 決策者民視新聞重磅登場 新衛台灣人 愛來關心台灣書 民視新聞 用最新的口氣 最快的速度 為你來做最專業報導 請你當時來收看 民視新聞網 新華藥 獎金三角鎖 鼓勵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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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可以到了 他這一個擺動 真的可以讓你 有他自己的節奏 好厲害喔 硬要弄 對 最大集合由排素石油95加 冠銘贊助 我們今天要去找米粉 魚粉 給他做米粉 你握著不要動 不要很快把它拿起來 不然一隻足球會很燙 很燙 會燙 好燙哦 會燙啦 第二個步驟 很甜哦 那個很像我們當兵有沒有 奧兵 泡兵 裝兵大蛋 超兵的水 觀眾朋友 晚安 今天東北風所帶來的冷空氣 是有稍微的減弱 但是溫度回升的幅度並不大 跟我們昨天敘述的差不多 明天整個溫度上來的狀況 才會再更加的明顯 戶外的空氣品質狀況 屏東的潮州不太好 來到了對過敏族群比較不健康的橘色的 不過大部分地區都還算不錯 絕大部分都是在綠色的範圍之內的 那另外在降雨狀況 主要還是以北台灣這邊為主 迎風面 中部這邊有下了一點點雨 但是大部分都是飄一點而已 北岸岸還有東北部這邊的雨 比較多了一些些 至於說氣溫方面 北部這一帶溫度是有比較上升 新竹以北一直到基隆 大概上升了兩度三度幅度不大 外面感受到的還是涼涼冷冷的 那北邊的高壓它的強度是有減弱 但是並沒有完全的離開 所以整個溫度回升的幅度就比較小 等到了明天晚上不太一樣了 這個高壓很明顯的 往東邊的方向移動出去了 後面的這個高氣壓範圍還沒有下來 明天東北風算是稍微有點空檔 比較弱的時候 溫度回升就比較明顯了 但是很快的禮拜天 後面的高壓範圍下來了 冷空氣又開始增加了 溫度又會有下降 我們看到明天不管北部中部 溫度都上來了 那到了禮拜天東北風又增強了 北部這邊溫度下降 那北部受到的影響 當然是比較大一些 目前來看下一波的冷空氣 跟現在的這一波比較起來的話 應該會稍微比較弱一點 可能會差個差不多兩度左右 兩度雖然並不是很多 但是感受到的溫度 可能就比較不會這麼的低 只不過到時候溫度還是會下降的 大概下個禮拜三 這一個冷空氣才會減弱的 對中部影響下一波 可能就是早晚溫度 還會再往下降一點點 那另外在南部 影響的程度來看的話 又更小一點的 明天溫度基本上都在回升 未來這個禮拜可能要注意都是早晚偏涼 甚至有一點冷的 東部地區明天溫度上升 下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溫度還會逐漸的再稍微往下降一些些的 至於在降雨的狀況來看 台灣附近這邊的水氣主要大概從北部海面這一帶通過 並沒有完全的壓下來 所以今天事實上水氣是有在減少的 中部這帶的降雨跟昨天清晨比較起來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 在局部地區漂一點雨 明天這個水氣還會再更少 可能在在台北 基隆 宜蘭這附近 有些地方局部地區下一點點雨 但是應該都是比較局部比較零星的 那等到了禮拜天東北風再增強 降雨再增加 雷達上面我們看到目前主要的雲雨區 大概在東部的外海 並沒有往台灣這邊移動進來的趨勢 台灣的水氣有慢慢減少 只不過東北風在這邊吹 還是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那明天這種地形性的降雨 隨著東北風的減弱也會減少的 北部 東北部這邊可能都還是有一點下雨的狀況 但是都是相當淺的藍色 可以看得出來量並不多 大概局部地區下一點而已 明天的天氣預報 北部地區 台北市 新北市大部分請到多雲局部地區 可能有時候漂一點 北岸還是有機會下雨的 溫度上面往上升 但是一大早可能都還是會有一點冷的 那在桃園 新竹還有苗栗 桃園可能局部地區下一點點雨 新竹 苗栗雲亮偏多 但是都有機會看到陽光 18度到26度之間的 台中 彰化還有南投這裡都還滿晴朗的 大概19度到28度 溫度上升的 高溫也是快接近到30度的 另外在雲林 嘉義 台南也都很晴朗 這個白天的高溫28度 可能甚至會接近到30度 那造成日夜溫差很大 一大早還是涼涼 冷冷的 高雄跟屏東也是很晴朗的 高溫都來到30度 屏東一樣還是有32度的高溫 但是也是一大早偏涼 東半部來看的話大部分晴到多雲 可能局部地區像在宜蘭 會下一點點雨19度到28度之間 外島的澎湖金門還有蓮江 晴到多雲12度到23度 未來這一個禮拜明天的水氣比較少 降雨都比較零星 禮拜天東北風增強了 北部啦 東北部甚至東部下雨的機會 就會有提高的狀況囉 海面上面的風浪來看的話 東北風減弱了 但是在台灣海峽 巴斯海峽 還有北部海面這一帶最大的陣風 還是有來到8級的 那要提醒大家 雖然溫度有在回升 但是一大早還是偏涼的喔 現場交還給文藥 謝謝佳凱也謝謝您的收看 新聞最後就是英國的耶誕江秉存 連續五年的美麗和堅持 邀您共度最有台灣味的元旦 灣聲樂團音樂總監記指揮李哲義 作曲家法比安穆勒 他媽也贊助